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胖 每年的這個時候 北台灣吹東北季風變得非常非常容易下雨 上個禮拜已經下了整整兩天的雨 所以小胖沒有出門拍攝影片 想不到這個禮拜六外面依然還在下雨 所以沒有拍攝題材的今天 小胖只好在家裡拍拍廢片講講幹話 今天要來跟各位朋友聊一下 小胖都怎麼製作一支機車旅行的影片 不過我要先說明一下一支影片的製作 從內容的發想一直到畫面素材來拍攝 包含剪接每一個環節都是博大而且精深 小胖也只懂一點點皮毛而已 今天小胖也只能分享小胖個人在製作一支影片上的經驗 那希望能夠提供給各位 所有想要拍攝影片去還沒開始的朋友們 一點點的參考 當然如果有製作影片的高手 覺得小胖說的不對 那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小胖交流 畢竟有交流才會進步 所以今天小胖會分享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一支機車旅行影片的基本結構 至少要有哪些東西 第二件事情是 騎機車出門旅行拍攝畫面 到底都拍什麼 第三件事情是 在畫面的拍攝上 構圖我都注意哪些事 最後我們再來聊聊剪接 首先來聊下一支影片的基本結構 我個人覺得一支旅行的影片 代表一個旅程的故事 通常一個完整的故事一定有個開始 也一定有個結尾 不論畫面怎麼呈現 通常我會在片頭釋放一個 我現在人在哪裡 今天預計要去哪裡的訊息 天才剛亮5.45分 我跟阿潔從貫度出發 我們在復興鄉的腳板上 我們今天打算要去太平山 另外影片的中間 我可能會介紹這一趟旅程的路線 也可能會介紹旅程中 特別的飯店、特殊的景點 甚至是跟車友喇敵賽的過程 當作影片的主要內容 各位觀眾 這邊是士林 然後這邊有個士林溫泉 聽說是個秘境溫泉 58.5這個位置的附近 有一個反光鏡 這個反光鏡旁邊 有一個紅色的警告路牌 最後在片尾可能會聊一下 對這一整趟旅程的感想 也可能會聊一下 有哪些地方是沒有體驗到 當作下一次旅程的起點 今天本來我們想要去 劍情古步道走一下 但是因為雲霧繞繞 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說我們就下次再來 我們今天就光到這邊 待會小胖就要回去 這是我個人在製作 一整支機車旅行影片的基本架構 對於一整趟旅行 思考要拍攝哪些畫面當作素材 我個人覺得非常有幫助 可能會有些朋友問我說 欸小胖 你怎麼知道你一整趟旅程 哪裡的風景最特殊 哪裡的餐廳最好吃 其實這就是拍攝影片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要先做好功課 小胖就是平常騎機車出門 都沒有做吃的功課 所以每次騎機車出門旅行 不是吃泡麵 就是吃7-11 有了一整支影片的基礎架構的概念之後 接下來就要開始針對這一趟旅程拍攝畫面 那到底我們要拍攝哪些畫面 來當作我們的影片素材 對於一支影片畫面素材的拍攝 我只掌握一個重點 就是由外、而內、由近、自遠 意思是說如果要介紹一家度假飯店 我個人的習慣會先從飯店的外觀開始拍起 再拍到飯店裡面看它有什麼好玩 下都飯店總共有三個館 分別是最新的波西塔羅館 靠近門口的馬背牙館 下都酒店除了沙灘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室內的設施 特別是這個足球台 需要眼睛跟手協調的極度專注力 習慣的是以前我不覺得它好玩 但是這一次我就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下都酒店 有很多角落我個人都覺得還滿愜意的 如果我要介紹一家餐廳 通常我會先從餐廳的招牌開始拍起 在拍攝餐廳裡面有什麼菜單 有什麼菜色 如果要拍攝騎機車的畫面 我個人也習慣先拍遠景再拍近景 或者是先拍近景再拍到遠景 另外有一句話說得非常好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人生也沒有永遠的可以一起騎車的車友 騎機車旅行影片拍攝 對我來講是紀念價值比較多 所以我個人在畫面拍攝上面 總是以人為主 以風景為輔 我特別喜歡拍攝 車友跟車友之間 拉迪賽的畫面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習慣 就算以風景為主 以人為輔 我相信只要是自己喜歡的畫面 都是最好的內容 我們再來聊一下影片拍攝的構圖 其實拿著相機拍攝的影片 又是另外一個博大精深的學問 我個人也不是非常的懂 但是我只是掌握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盡量順光拍攝 第二個是讓一個畫面只有一個主角 第三個是盡可能拍攝會動的東西 其實專業攝影師可能會更加在意 畫面裡面前中後中的影片 甚至對整個畫面的線條 甚至配色更加講究 但是因為這些小方都不存在行 原則上我只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知不知道我正在拍什麼 我要拍攝的東西 是不是在畫面中最明顯的地方 最後再來聊一下剪接 我使用的剪輯軟體 是Apple的Final Cut Pro 通常素材拍攝回來 我個人習慣會先依照不同的地方 拍攝出來的素材先做分類 記得剛開始拍攝影片的時候 小胖不懂得怎麼整理素材 所以每次總是要在幾百個檔案裡面 去找那幾秒鐘的影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吐血 其實剪接影片又是另外一門學問 太複雜的剪接技巧 太複雜的特效技巧 其實小胖也不會 但是我掌握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 讓每個畫面的切換 跟著音樂的節奏走 然後再透過變速的控制 讓整支影片看起來更有律動感 這是小胖個人 在剪接影片上面 會注意到的唯一的重點 為了整支影片的節奏 通常我在剪接影片之前 會先把音樂線選好 然後再根據音樂節拍點做標籍 最後再把每個畫面的斷點 放在音樂的節拍點上面 這樣的剪輯方式 因為影片跟著音樂的節奏在跑 會讓人感覺畫面的切換比較流暢 今天小胖分享了一點 小胖在製作機車旅行影片的 一點點經驗 跟一點點技巧 或許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靠這也太簡單了吧 但是因為 再能的小胖也不會 希望能夠對一些 對拍攝影片 對製作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 能夠有一點幫助 今天小胖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各位朋友收看 如果喜歡小胖影片 歡迎各位朋友訂閱小胖頻道 如果喜歡小胖頻道 歡迎你分享給所有的朋友 謝謝掰掰